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为什么大家喜欢在教堂结婚而很少在佛寺举行结婚仪式 台湾有一些年轻人事实上呢他们本身并不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 但是他们喜欢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 理由是他们喜欢那种气氛 日本的年轻人呢更是大多数都在教堂里面结婚 而很少在佛教的寺院里面完婚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在佛寺中不可以举行结婚典礼呢 或者是佛教的婚礼不吸引人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在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出家的比丘比丘尼的戒律里头啊 有这样的规定 出家人不得参与男女的婚姻的事情 男女的婚姻是正常是永续的 可是呢出家人不可以做梅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家人呢 如果他们的婚姻很美满 他们会感谢了 没人吗 很少 不会感谢介绍人 但是呢 如果他们婚姻不美满的时候啊 他们就在骂了 哎呀我的介绍人呢 把介绍这么一个坏家伙啊 让我记了婚啊 你看我一辈子倒了没了 那就谁介绍的 如果是出家人介绍的就骂 哪个女姑哪一个婚姻给我介绍的介绍这么一个坏人给我 但是可能一辈子都在骂人呢 因此呢 尽量的出家人要避免呢 当婚姻的媒介人 还有在佛教在印度的寺院呢 他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寺院 没有 只有僧僚 没有大殿 只有呢 水利塔 共塔 共水利的地方一个塔 没有说一个大殿 没有 也没有讲堂 没有 做集训仪式的时候都是在户外 室外 要不然的话 少数几个人呢 做一个小一个小房间 生寮 所以要举行这样的的仪式呢 也不适合 因此呢 在佛教里头 一向啊 没有举行啊 婚礼 这样的仪式的 而天主教 基督教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哎 你没有看到啊 这个是在十七世纪开始 天主教的婚礼啊 不是啊 很早 而从十七世纪开始到现在我们是二十世纪 要快到二十世纪 他们已经有三不多年四不年的时间了 原来也没有 原来修道院里头不做这些事 教堂里头也不做这些事 但是呢 也可以说是公益革命以后啊 他们渐渐渐渐的呀 在关怀人间的社会 所以举行了宗教的仪式 因此 在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国内啊 国外啊 他们很喜欢参与啊 教堂的结婚仪式 因为非常的简单 隆重 庄严 这个气氛呢 让你感觉到 当结婚的时候啊 有一份尊严 而我们中国人呢 谷礼本身本来也很好 可是后来就变成了繁文如迹 变成了只是一种排长的铺张 毫无忆逆 新人呢 就是受折腾 受折磨 结婚的过程之中啊 父母累 家属累 新人也累 在结婚以前累 结婚那一天累 结婚以后啊 还在累 所以是结婚呢 这样子的一种风俗习惯呢 不好 因此年轻的人都喜欢到教堂结婚 好简单啊 这个婚纱IP 这样摩斯神父给你拿一个圣经给你证明 而亲戚朋友在那边听到 而听到一些鼓励 勉励的新人 勉励家人的话 听得很受用啊 念几段圣经 听起来很舒服啊 所以是呢 很愿意参举 那我们复教 现在呢 也在开始 过去的修道院 那个男性的修道院 里边呢 连母鸡都不准进去 连母羊都不准羊 这个如果是女性的修道院里头 不准羊公牛 羊公羊 羊公鸡 这个就是清一色 就是同一个性的 不能有异性 当然也不准有什么 结婚的这种女色的举行 可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 现在任何一个修道院里边 不可能说异性不进去的 那我们现在的寺院里边呢 天天跟在家人在一起 我们寄营在家人 在家人呢 已经是跟我们出家的僧团了 已经没有办法分开的 我们的工作的对象 我们的弘法的对象就是在家人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举行了非常隆重 庄严 简单 人性化的一种啊 这个浮华的婚礼 所以我们今后不但要做 而且呢 要更要不断的改良 改良的让我们感觉到 参加了一次的佛化婚礼以后呢 他自己觉得成长了 自己的责任增加了 自己的人格成长了 自己对自己对社会的关系啊 增加了 而自己呢 在观念上也比较更健康了 没有结婚以前不清楚 结婚以后清楚了 这是我们在婚前就有婚前的课训练 婚后我们呢有交代 婚后一定要怎么怎么 否则的话 你已经违背今天的私用 那就是对不起啊 今天你在这在这里结婚的时候的 参加了余思的呀 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提倡 以后呢 我想以后的佛教徒 都应该到寺院里来结婚了 不是跟出家人结婚啊 中国人有自己传统的家族信誓 每个人一出生以后 自然就有家庭赋予他的信誓 而中国人对自己的信誓 也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常说 行不改信做不改名 而当一个人出了家以后 他原来的名字就不再使用了 而使用出家以后 师父给他的法名 那么他原来的信誓 还用不用呢 如果有人问一位出家人 请问您贵姓 这是不是适合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信明这样东西呢 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在没有开化或者是文化不够啊 深度的时候啊 打开是没有信的 这有名字 没有信 我们中国人呢 这所谓百家姓的时代并不早 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 但是中国人有姓名呢 没有五千年 在早期的时候啊 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一定的姓 这是说这一族 这一族的人 就是这一圈圈的人 这一方方的人呢 我们都教他们 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 然后他们的名字呢 可能有了 就小猫啊 小狗啊 老二老三啊 是这样子称的 在日本呢 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问他们的姓名 什么宋夏咯 什么井上咯 什么河边咯 什么川上咯 什么井边咯 哎 我说你们原来住在哪里啊 有没有信啊 他是原来都没有的 就是说啊 这个井边上的那一家人家的老二啊 他说就是大郎 老二呢 老大呢叫大郎 这个老二呢叫次郎 老三呢叫三郎 老四呢叫四郎 老五叫五郎 这井边的五郎 井边的六郎 就这个样子啊 这个就是呢 住在井边上那一家人家的第几个孩子 因此呢 在西方社会呢 这个爸爸叫这个约翰 女儿孩子也可以叫约翰的 这个孙子也可以叫约翰的 约翰第一代 约翰第二代 约翰第三代 他并没有一定的信呢 在我们中国人呢 很重视信 因此呢 所以出家人呢 说出了家以后就不应该有苏家的信哦 其实不一定呢 释迦牟尼佛的舍 是他的信呢 释迦牟尼佛就是他的信 释迦牟尼佛的人 出了家 叫释迦牟尼佛人 释迦太子 释迦牟尼佛 又叫释迦佛 释迦牟尼佛 其实释迦是他的信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沃南陀 沃南陀 他说不同的人叫不同的名字 某个加瑟 加瑟波 加瑟波 叫加瑟的人很多 有一个是拜伙的加瑟 有的是苦恨的加瑟 还有加瑟波的老二 加瑟波的老三 加瑟波的老四 是这样子 也并没有一定说有法名 可是到了我们中国 在晋朝的时候 有一位道安 他说四海的水流到海里面 都叫同一个咸的味道 所有的百川归海 海水全是咸的 而百姓出家 出家以后统统姓赦 全是 全是塞加瑟波的儿子 从此以后 道安 他的信上面呢 就关到一个是 叫做是道安 从此以后呢 很多的人就叫 色某某色某某 那么叫法名 有没有道理呢 有 法名的意思 实际上 都是啊 根据 符法的 名词 名相 而 符法的 印语 来给我们这个名字 那么有没有一个法派呢 这个法派啊 也是中国人 制造出来的 中国的特别是禅宗 有法派 中国有禅宗的法派呢 有制派 然后天台宗也有法派 也有制派 说这一派这一派 这个是什么呢 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 祖宗的桌仆 这个桌仆啊 一代一代的 有他的自备 这个是中国人的呀 自派的备份啊 也这样的来的 究竟是中国人 学习佛教的呢 还是佛教学习中国人的呢 我没有深刻的研究 但是呢 这个是中国人的呀 封属习惯呢 是没有问题 在古时候啊 这个在印度的时候 甚至于早期的 中国的佛教徒 师徒两个同样的 用同样的 派字的名字的有 并没有一定啊 师徒两个 一定有两个制派 没有 所以这个呢 姓名也好 制派也好 主要是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也很好啦 跟书名呢 书信呢 分开了 那我们现在 回到一个主题上来讲 对出家人 能不能问尊信 中国人的习惯是不问的 中国人的习惯呢 对道士要问信 对出家人 是问名不问信 对道士呢 问信不问名 请问上下 请问法名 请问尊法名 请问尊法号 什么样子 尊信吗 尊法号 请问上下 请问贵上下 请问法师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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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法师的法名 就可以了 不要 请问您贵信了 信是有了 不用了 佛教的教主是释迦摩尼佛 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但是呢 我也听说 佛又被称为如来 世尊 天人师等等 许多不同的名号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 不同的名称 去称呼佛 而让很多人 反而弄不清楚 这些指的都是佛呢 这些称号 是不是有什么 特殊的意义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其实我们中国人 就是一位文人 或者是 一位名人 他可能就用很多的名字 来用作为他自己的称呼 我所知道的洪一大师 就有头二十个名字 那我们中国人之中 很多人呢 就是用毕门 用毕名 还有呢 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人说 他缺水 他加上一个水子 缺火 加上一个火子 有些人呢 缺山羊 都缺 金磨湖 有没有啊 还有金水土 金磨土 有这样子信的 那么多时呢 在中国人来讲 就有很多啊 普通的人的名字 释迦牟尼佛 或者是佛 他究竟有几个名字 还没有出家以前 就有了 比如说叫 焦大摩 叫西达多 在多时呢 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出家以前呢 他的名字 他的信心释迦 那么成佛以后 就是个佛的尊称呢 不管是哪一尊佛 都应该用十种名称来称呼他们 通常呢 大概这是用的佛 或者是卢来 或者是士尊 这个三个名称呢 是非常的普遍 而经常用的 释迦他一共有十种 这用十种来表达他的功德 来表达他的身份和他具备的才能 哪里是种呢 如来 应供 正片之 明星座 世间节 天人诗 调语丈夫 佛 世尊 我们先解释 这如来的意思是什么 如来啊 梵文叫做 这是叫做塔塔嘎塔 就是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又像是来 又像是去 叫做如来 如来的意思 就是 在我们呢 凡夫来看他 或者是根本不信佛教的人看他 他是如去 不是如来 因为根本不知道他是佛 也不知道 相信他是佛 所以呢 他不存在有这样的东西 那叫做如去咯 可是 对于啊 刚刚在学佛的人来看 叫做如来 好像是来了 那么至于佛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佛是觉悟的意思 觉悟啊 分成三等 一个叫做呢 一个叫做呢 不觉 一个叫做啊 原觉 还有呢 叫做偏觉 不觉的人 那就是凡夫 有烦恼的人 觉悟彻底的人 圆满觉悟的人 就是佛 偏觉的人呢 是刚刚开始觉悟的人 那个叫做小圣地啊 乌鲁汉 那么这个 这是觉悟的意思啊 佛 世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世间啊 是最尊贵的人 最尊贵 最值得受人尊敬的人 为什么 他是最尊贵呢 因为他的福德圆满 智慧圆满 没有一个人 普通的人 可以跟他比的 人间的人 以及上了天上 天人的智慧 佛德 都没有跟他可以比的 因此呢 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啊 据说 他自己说 天上 天下 为我 对尊贵 这好像他很 傲慢的样子 不是 就是唯有佛 最尊贵的 天上天下 佛是最尊贵的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呢 最高最圆满最究竟的 大作者 还有 为什么有叫做应供呢 是啊 那 他是应该接受供养 为什么 他是一气众生的福田 一气的人 只要 来供养佛 清见佛 他就得到福报 得到智慧 所以呢 又叫做应供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叫正偏知 他是呢 最圆满的 最正确的 无数 不觉 无数个悟 他没有不悟的时间 没有不觉的时间 这个叫做正偏知觉 那也就是说 哦那多罗三妙三菩提 那个就是佛 也就是啊 叫做啊 就是 什么东西呢 我们叫他无上 正偏知觉 也就是无上的老师 无上的佛 所以是无上师 实际上 就是呢 最高的佛 没有成佛的人 不能够叫做无上师 在我们这个世界 只有两千六百年前 大概是两千六百年前呢 释迦牟尼佛之外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叫无上师的 我想把这个佛的名次啊 向大家解释一下 做一个尝试来看 就能够叫做些尝试 的 好 感谢观看